那隔天早上台联的立委 台联的党团就帮我们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请航警局和警政署来这个咨询 那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 警政署一直在鬼打枪 航警局一直在鬼打枪 他们一直坚称是饭店暴警他们才会介入 然后关于那个踹门的事件 航警局的说法是 他们只负责收证 那这是双方的民事纠纷他们不介入 可是问题是踹门这件事情啊 在之前的最高法院判决里面就已经说过了 只要我付了订房的契约 那在这个契约时间之内 这里都是我的住宅 所以警方甘愿搜证 然后做事 这个饭店人员侵入住宅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座位 好 然后他们也否认说有跟监啊有什么啊 就是对于我们觉得可疑的这些点 他们完全不承认 只答应说 那一直到我说好我有车号 对他们才说好那我会去查 那至于查完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一个礼拜过去了 我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新消失 然后饭店事后发了一个声明说 因为我们多次鬼祟的出现在电梯间 可是根据我刚刚的陈述 我们住房的那段时间之内 总共就只有三次进出而已 这样叫多次嘛 而且我觉得一个旅馆饭店的旅客 去走安全梯查看消防空间 我觉得这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吧 对 完全没有 连钱都没有退我 其实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我再补述一下好了 就是我第一天晚上订房的时候 我那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确知 谁要跟我去住 然后另外一个人又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法律风险 所以当那个订房网站要求 这个列出两个订房的旅客的名字的时候 我是列了我跟我姐姐的名字 结果我到当天我就打电话跟她说 我姐姐可能没有办法到 那我那天可不可以有其他的人入住 他们说不行 他们说一定要我姐姐到 才能够开那间房间 对那我想一想 因为我姐姐人在台南 她也不可能出现 我也不想害她 那我就跟她说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我是不是重新再付一次房租 然后我就再订一次那间房间 用别人的名字订 那这个时候饭店说可以 所以事实上有一间房间 我是付了两次钱的 对那理由只是因为他们说 本来写的订房旅客没有出现 所以那间房间不能开给我 但付钱的或是订房的都仍然是我 结果那间我又用我自己的名字订 所以两间的订房旅客姓名都是我 对 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单方面的饭店 或是单方面的警方吗 那两个部分他们各自有他们各自要负的责任 那我们也会分开就这两个课题去就是进行诉讼跟求偿 对 那现在已经就是要联络律师 那针对这个事情提出告诉 这样子 嗯 其实反映像服貌民主阵线 成立的目的最开始当然是为了服貌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说就是 两岸之间实在存在太多黑箱协议了 马政府2008年到现在总共已经通过了21项两岸协议 那这些协议都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或是立法院的监督 嗯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会就这个议题继续去去去去去去做推进了 那譬如说我们当时要挂的布条 嗯 其中一个条就是先立法再谈判 嗯 如果说没有人民的授权没有国会的监督的话 这些谈判事实上都不应该被承认 嗯 那王章会的内容也是事实上我们在昨天开了一次记者会 里面大概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这个针对王章会的内容去进行批判 那很重要的一点我在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王章在会后记者会里面就是谈到了九二共识 嗯 可是事实上九二共识这个东西当时喊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得到这个台湾人这边的共识 嗯 那现在却在记者会里面直接去偷渡这个概念说 诶 两边都可以接受这样的共识 那事实上这个是 对台湾民间九二共识一直可能是执政当局的一个名词 说法 对 我觉得说其实台湾民间 台湾没有形成 没有形成这个共识啊 对对对 一个算是 应该是如果说最直接的民意展现吗 真的 其实九二共识事实上是国民党跟共产党 两边的领导人自己形成的 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形成的那样的一个共识 对 那那民间从来没有对这个内容去进行认可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可以用会合宣告的方式好像说的像 九二共识已经是一个这个共同的这个原则了一样 那这个部分是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王章会只要一天不先立法 一天就会不断的出现这种模糊的这个黑箱的谈判在里面 对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比如说像人道探视或是互设办事处 互设办事处事实上是这个两岸政治谈判很重要的一步 也是中共的十八大的工作报告里面谈到说在统一之前要分段进行的政治性阶段任务 所以说当两边开始说阶段这个互设办事处的时候是不是两岸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迈向统一之路了呢 那这些事情也都没有办法获得人民的这个监督或是许可 对 所以说民主政线大会持续针对这些事情去做努力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希望不管是人民也好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 都应该要正视王章会里面其实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语言的陷阱 协议的陷阱 对